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 有一个新闻实际上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好几个星期了 但是它因为逐渐的在社群媒体上发酵 然后传到美国来 所以它耽搁了一些时间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应该算是月初的时候 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 一个女生去地铁站的女厕所去上厕所 结果她打开其中的一个门一看 一个六岁的男孩子站在那小便 所以她就吓了一跳 然后她就顺口提醒了这个孩子 是说你是男生不能进女厕所 这下麻烦了 这下她这一句话照理说是非常自然 而且也是非常友善的这么一个提醒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男孩的妈 在旁边那个这个厕所间 就是这个那个隔间里头 也是在可能在小便吧 听到一个女的说她 她儿子不能进女厕所她大怒 然后在隔壁就立刻骂脏话了 就立刻说哪个女的骂我儿子呢 赶快给我出来道歉 你伤害她心灵了 你给我道歉 你如果不道歉的话 咱谁也别走 然后就堵在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就是厕所的那个门前 然后就堵在那儿就骂了很长的时间 当然有些话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侮辱人的 说你自己不生儿子 你自己不生孩子 你等于是是不是没生育能力 没子宫啊 然后说你是农村长大的 这个为什么就是你妈大概生了一生一生了一窝 你从小没有受到好好的待遇吧 等等 然后她还不依不饶 让这个女的给她儿子道歉 这女的想赶地铁赶快走啊 但是也走不了 被她堵在外头 后来这个做妈的还打电话 把自己老公也叫来了 然后就全家等于是把这个女孩子骂了一通 那女的坚决不肯道歉 所以认为她自己没做错啊 这件事情呢 后来被这个女孩子放到这个微信当中吧 或者放到社群网站当中就传开来了 这一下子呢 等于就激起了民愤了 大家在这个社群网站上呢 都纷纷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嗯 这个事情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啊 其实在美国社区里边也一直有相关 类似这样的事情 不是这个事情啊 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讨论 这个事情我看了以后啊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感受 就是最后的态度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性的这个矛盾 因为没有录像录到这个女生对这个小孩说了什么 所以呢 这个从妈妈的觉里边这个一直就说你伤害了我的小孩的心灵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话 但是从总体来看 我觉得从录像可循的这个部分来看 我觉得这个妈妈和爸爸所做的事情对这个小孩的伤害更大 因为实在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嗯 这个小孩能不能上女厕所 六岁的小男孩能不能在女厕所里面 呃 你要是让我说的话 我可能会说可以 原因是这样的啊 呃 我自己首先就有这个经验 我我不是带这个 我当然不能带小男孩去女厕所 我确实带过小女孩去呃 洛杉矶机场的男厕所是因为 我是唯一带着我这个外甥女旅行的人 他那时候只有三岁 他肯定不能够自己解决上厕所的问题 那洛杉矶机场呢 也没有单独的厕所 供这种家庭 还不像烧屏幕一样 所以我只能把它到男厕所去 大家知道男厕所里面的 小便池呢 他那个隔间其实是非常短的 呃 也不是像女厕所那种整体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呢 是我保证 把它放到一个单独的格子间里面 然后我在外面等着他 那这个事情呢 在中国呃 黑洛杉矶发生的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 不管这个女孩呃 对这个小男孩说了些什么 呃 小男孩哭了 那肯定是这个女生 对于小孩的教育 他可能没有了解的那么多 但是他也是事出有因 就是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到女厕所 我不想看到 我不想看到的 那我也不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我 所以在这方面上啊 他所 所说的东西呢 是有道理的 现在问题在于 这种事情能不能避免 在这件事情上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孩的爸爸 其实是在现场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不太可以理解了 因为 如果你爸爸在现场的话 为什么不把小男孩到男厕所去 那么再下面一个呢 就是这个妈妈的这个情绪啊 我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当我看到 我的小孩哭了的时候 呃 妈妈爸爸 我觉得都是一样 呃 有小孩的人可能 大概都能理解 就是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 但这个时候啊 应该选择一个 比较理性的行为 我觉得这位妈妈嘛 已经就开始有点 就是控制 呃 要控制这个女孩的 这个行动自由了 不让你走 呃 然后你得向我孩子道歉 最后呢 我得说一点 就是我觉得民警的反应 是非常迟钝的 这个妈妈的行为 显然已经违反了法律 而女孩没有 所以在这方面的处理啊 我觉得 嗯 第一个我们自己家长 可能要小心 对待 想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样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其次我觉得 就是维护秩序的人呢 也应该心里要有个准备 特别是 在美国 我觉得单身家庭 还有单独带异性的这个小孩 出去旅行的机会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嗯 在这个 这个事情呢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 它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母亲到底能不能带这个小孩子 比如说 他这个是六岁 小孩去 女厕所去 这个呢 如果要是孩子再小一点 如果几个月 两三岁的时候带进去 相信没有什么人 有任何的疑问 这个孩子特别小 如果要是让他一个人去 他就比如说男孩子吧 让他一个人去 男厕所的话 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恐怕是没有办法自己去 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 大概都没有办法 可以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六岁的孩子已经去痛了 已经去这个 可能早一点的话 都上小学一年级了 那么如果六岁的孩子的话 难道如果他爸爸在 当然就应该他爸领的去 如果他爸爸不在的话 那么六岁的孩子 是不是应该 也应该自己可以去 这个男厕所了呢 如果你做妈妈的不放心 你可以站在男厕所的门口等着 当正常的上厕所的时间 过了以后 孩子还没出来 那你可以瞧瞧门 可以问一下里边出来的人 我孩子在 你见到了没有什么 因为在中国大陆呢 这个如果父母亲 在这个厕所门口 孩子被比如说羞辱啊 或者被性侵犯的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这个在美国呢 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听的报道 可能稍微有点害怕 但实际上说实话 如果父母亲 就在这个厕所门口等的话 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再加上这个 你如果进去了以后 你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别人是放弃了 自己的隐私 给你方便的 你不是理所当然 就应该认为说 这个男孩子是可以 这个横童直创 是可以进入到女厕所的 其实是不应该的 所以但是呢 在这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母亲基本上就是 以我为中心吧 就是说你们都应该为我的方便 你们都应该为我的利益 来让我 来让开我 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个关键人们 气的是他后来的这个态度 也就是说 你本来带孩子来 是别人 就是忍让你 我牺牲我一部分的这个 隐私权 我让你的孩子进来 也就算了 但是他反而觉得你是应该让我的 而且他在讲话当中 他说他自己也说了 他他就说 谁谁说的男孩子不能进女厕所 这话就有点霸道了 这话就有点 就等于是不讲道理 或者是胡搅蛮缠了嘛 我觉得最起码 这个妈妈可以做到的就是 当小孩进入到这个 格子街里边去上厕所的时候 妈妈最起码 应该在外面守着告诉别人 哎我小孩在里边 或者要盯着小孩把门锁好 你出来的时候呢 你戴个帽子低着头离开了 我相信都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就是我们不要认为 有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要考虑到别人在这方面的感受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关键就是后面的处理 如果你说是带个孩子去 比如说单身的母亲出去 确实不方便 你带一个儿子 尤其就是和这个母亲 不是同一个性别的 这个确实是不方便 或者父亲带一个女儿 确实是不方便 所以呢 人们都可以理解 在不方便的情况之下 在紧急的情况之下 上个这个洗手间 带着这个女孩到男厕所 或带男孩到女厕所 如果孩子还小的话 确实是可以的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碰到这种情况 你这么个应对方 那我看网上基本上一面倒 全是支持这个女孩子的 这个女孩就说了 六岁孩子 我看有的那个网上的那个评论就说了 一个六岁女孩子不会自己上厕所啊 然后又说了 他爸在附近 为什么不让他爸带的孩子去呢 这个家庭这个做法 显然是有问题的 还有人说这个做妈的这个太难看了 这个行为实在是不可理喻 所以呢你看基本上都是冲着他的态度问题和他们的做法问题 而不是说他应不应该带这个孩子去 另外一点呢就是家长啊 有的时候对自己这个孩子的怎么说呢 要不就是宠爱 要不就是溺爱 要不就是总以为自己的孩子还小呢 总以为自己的孩子还不懂事呢 总以为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辨识方面 可能还懵懂无知 但实际上很多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说 实际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孩子在三岁到六岁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处于懵懵懂懂知道性别的差异的这个年龄了 所以他现在这个年龄非常小 你不要以为三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有的时候三岁的孩子四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有点这方面的意识了 知道男孩和女孩之间不一样了 知道在尤其是去托儿所的话 去幼儿园的话 他就已经知道这个男同学跟女同学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好我们先进到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来就这个事情来稍微的分析一下 可以扯开来一点 如果你厕所是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孩子就是尤其在中国大陆 比如说一个父母亲带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去游泳 那么游完游泳以后要冲水 要到这个更衣间里面去 那男孩可以进到这个女的更衣间去吗 如果中国大陆那个余浩还有自己亲身经历呢 中国大陆小孩子的时候去那个澡堂子去 男孩进到女澡堂子的时候 那又是什么情况呢 欢迎您去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妈妈 带着六岁的儿子去这个男厕所引发的一些争议 当然大家主要指的她的态度问题 但实际上呢 从这个问题折射充其他的一些问题来 一个是这个教育子女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对别人的隐私的尊重的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处理问题的这个态度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值得讨论 就是对儿童和这个青少年的性教育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不仅是华人的父母 在西方国家在美国 在世界其他的各国 大概也都有同样的担忧 同样的不知所措 就很多的孩子 很多的父母亲对自己年幼的孩子 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 不知道该不该跟他们谈有关于性方面的教育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 在美国的其他的学校里边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在学校里边 课堂上对这个比如说一两年级 两三年级的这个孩子 谈到性的问题 人们担心是这样子的 就是第一 如果你不跟孩子谈 大家都觉得好像采取一种鸵鸟的心态 如果不谈的话他就不知道 如果不谈的话他就不会有好奇 所以大概就不会有问题 但实际上呢 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发现说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也就是说你总想不谈 孩子就不知道 就不会好奇对这方面 但实际上反而恰恰相反 和孩子多谈了以后 孩子反而知道如何来保护自己 有很多孩子啊 实际上后来发现 他们比如说在各种场合 包括自己的比如说参加体育 体育队啊运动队被自己的教练所性侵 或者被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天主教的神父神志源 对孩子进行性侵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的部分 不了解这方面性的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即使被性侵以后 他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妈妈是妇产科医生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呢 这些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 而且那个时候啊 我们是父母在石油系统里面工作 所以这种单亲的带着 比如说像那个时候 我爸爸是在钻井队里面 那他肯定是不可能带小孩的 那我那个时候六七岁嘛 那我妈妈就带着我 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我后来前上个礼拜 我特意问过我妈妈 我说我你还记得不记得 有一次你带着我去 那个女洗澡堂子去洗澡 我那时候多少岁 我妈说不记得了 但是那时候我算起来 我应该大概是六岁多 应该是 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不是女洗澡堂子里面的印象深刻啊 是我进去了以后 我同学的妈妈 应该是我同学的妈妈说 哎呦这么大的小孩 还到这来洗澡啊 还是妈妈带着来洗澡啊 我相信 因为我现在不记得 那个具体的情况 但是我相信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 至少有四五个 这个女性都在那里洗澡 而且你知道中国大陆的那种 那种又是石油油田 那种洗澡的这种情况 其实是非常开放的 就是没有什么任何遮蔽的地方 那这句话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所以我一直记得现在 然后后来我问我妈 后来我洗澡怎么样了 我都不记得了 我妈说 后来呢是我 她把我送到这个南浴室 去洗澡 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 就是我妈非常不放心 原因是那个地方的洗澡的条件 是非常简陋的 这个热水有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烫 而且很容易把小孩烫伤 他也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 保证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考虑到实际的原因 我看到美国的评论 这个媒体啊 对地方的评论 其实是一半一半的 就是说理解妈妈的做法 但是非常不赞成她的态度 有的时候我觉得态度 我真的是决定了很多东西